彼得前书第二章 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诽谤的话,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财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 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 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 主乃活时,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时,被建造成为灵工、做圣洁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迹。 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仿角石安放在西安。 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 已做了仿角的头块石头。 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 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半跌。 他们这样半跌,也是预定的。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 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 我劝你们要境界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 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 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见察的日子,威荣耀给神。 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载。 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 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 总要做神的仆人,恶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你们做仆人的,凡是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 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 倘若人为较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 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 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 你们蒙兆,原是为辞,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 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通了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他被挂在木头上,轻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 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木人监督了。